那駭客到底怎麼做 我們今天做一個demo 看看駭客到底是怎樣的方式 所以我們今天就 分成兩個畫面 一邊是駭客 一邊是我們user的環境 這個畫面有點 我把它拉好 好 基本上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的兩台電腦 兩個畫面 紅色桌布的是駭客 我們台灣就是 紅藍大對抗 所以紅色的一定是 壞的 藍色的一定是好的 但是是被搭的 好 那我們 以剛剛的攻擊手法來講 駭客先是寄了二億信件給你 寄了之後 就等你去點開這封信件 這時候他在做什麼事 就在等你上鉤 也在等你回報 所以他就開了一個後門程式的 控制端程式在這邊等你 等你上來 好 那 同樣的呢 user呢 他今天可能就收到了這封信 好 這樣子 你今天看你的outlook 那你就看到了一封信寄進來 好 也許你看的沒 沒什麼興趣 你就把它刪了 不過有些人還是會有興趣的 好 看到這封信 喔 看到喔 那個 如復健 一看 是一個漂漂亮亮的Word 檔 檔案大小也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你可能就點了 點來看看 好 那這時候畫面就在開啟 這個Word 其實你會發現這個畫面 最後才電腦是慢了一點 你會發現它閃了兩次 然後打開 這時候你會發現 駭客雷 等到你上來了 你會發現你的電腦 已經跟駭客報到了喔 你看 在User的電腦上面 你現在可能正在瀏覽 你的文件 駭客呢 已經看到你連回來了 你能看到你的IP是什麼 看到你的電腦名稱是什麼 username是什麼 那這樣子咧 那駭客可以做什麼事 比如說他可以看你 喔 完整的電腦諮詢是什麼 你的版本是什麼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CPU是哪一顆啊 什麼的 那當然駭客咧 還可以看你的文件 你這台電腦上面有什麼東西 比如說像我們這台電腦 User這台電腦上呢 有一個工作文件 是放在裡面的 這是我的工作文件 駭客呢 同樣的很快的 就可以找到 喔 桌面上工作文件在這兒 框起來下載 這就抓完了 好 好 抓完的東西呢 放在 這裡 好 一次就傳回來了 好 這時候咧 你還在很高興的看這個文件中 好 已經抓完了 那當然 只有這樣子的功能而已嗎 當然不是喔 基本上 你在這電腦上面有什麼 它都可以看得到什麼 比如說你這台電腦上面的 喔 又跑什麼程式 那為什麼這個亮紅色的 因為這就是 這就是後門自己的程式 所以它還亮起來 告訴你說不要殺錯了 把自己殺掉 好 好 那像什麼 Service 有什麼 好 或者是說 乾脆啦 密碼的Hash 給dump出來 好 這個東西 dump回去之後 就可以回去破解你的 這台電腦上面的 密碼 好 這個Hash 這種Hash 只要你的 那個 Windows的密碼 是小於等於14碼的話 那通常來講的話 在幾個小時 四個小時之內 一定可以破完 一定可以把它破解出來 一個14碼的密碼 一下就破解了 所以它一下子 可以拿到你這台電腦上面的 密碼 好 那還有譬如說 嗨客可能有興趣 你到底是 長怎樣子的 你的桌面的畫面 他還看得到 移動 他還跟著動 好 所以你基本上 你的電腦很清楚 完全被控制了 那你說看得到而已 不稀罕了 我還可以操作你 對 還可以把你關掉 對 還會把你畫面縮小 好 所以有點延遲 有延遲才是正常的 OK 所以只要這種 後門程式進去 哇 大概什麼東西都有了 那當然 嗨客可能要一個 什麼 comment line 也有 那也就是說 駭客就等於 你點了這個東西之後 這個文件之後 駭客就等於 坐在你的辦公室裡面 坐在你的位置上 跟你一起打電腦 跟你一起打電腦 你也不曉得 它也不影響你 所以大家 就共用一台電腦 那它 用你的電腦幹嘛 除了偷你的東西之外 它還可以去隔壁穿穿門子 對不對 看看你們的AD伺服器 可不可以進去啊 之類的 就開始打了 開始打你們內網 所以這時候 防火牆在哪裡 沒感覺了 已經完全沒感覺了 所以這時候 就已經完全穿透過去了 OK 所以 駭客的攻擊呢 基本上